哇 很香耶 撈起鴨血寬冬粉 香氣四溢 讓人口水直流 港新杜汶澤在臺灣推出 麻辣鴨血品牌 一開賣就被搶購一口 我是臺灣人 對啊 所以我現在是香港最帶的 鴨血的進口商 你知道嗎 我是臺灣商人來的 杜汶澤來臺一年多 順利拿到身份證 在臺灣落地生根的他 開副業賣鴨血給港台 銷量太好供不應求 他也透露好友黃秋生 也想在臺灣賣叉燒包 黃秋生1993年的代表作 人肉叉燒包 近展演技奠定影帝寶座 讓叉燒包一詞跟他 形影不離 黃秋生不只想入籍臺灣 還想在臺灣開餐廳 首要賣叉燒包 有在臺南找到一個 厲害的師傅 杜汶澤說 願意花錢幫他投資 但也透露黃秋生 叉燒包事業進度是零 讓他哭小不得 叉燒包什麼時候開賣 還得再等等 蔡英雄的先運眾張啟雲 臺北採訪報導 就完成了 一點燒包 遠 کو